在郝女士和石先生的生活里 是有过温馨和美好时刻的 调解员胡建云说 两人应该专心的把这样的日子找回来 胡建云的话 让石先生有了这样一番感叹 曾经也辉煌过 曾经也落魄过 然后呢 他都一直跟着我在一起过日子 石先生似乎对这段感情还有留恋 那么他在之后的日子里 会努力改变自己吗 那你后来的行为是加分 还是在减分 我后来是加分 石先生自信满满的说 他之后的行为是加分的 从上次买彩票欠下一百万后 他再也不敢赌了 每天认真工作努力还债 现在拖后腿的人可是妻子 平时对他进行人身控制 我今天看到抖音给谁点赞 他在他的手机上能看得到的 他一定要马上给我打电话过来 你为什么要给这个人点赞 别人给我打一个电话 我说老婆我出去接个电话 为了这一个电话 骂了我三四个小时 在他工作的地方经常搞破坏 就在我公司里面拿的刀 砍电脑 砍分音机 砍我 砍那个我们喝茶的那个 我能擦一只嘴吗 东西 他对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他都会建议 他这四个月没上班了 就是辞职 来控制我 来去制裁我 这两年石先生说 自己两次被打到去医院逢针 暴力的频率和严重程度都在升级 郝女士承认 她确实在失控的边缘 失控的原因是她发现 石先生做的事情越来越离谱 郝女士经历致命一击 背叛 并且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现在 可是石先生对于这个问题 只有轻飘飘的回应 两个孩子 这两个他们夫妻俩最在意的人 会不会再次影响两人的婚姻决定 为还清的债务 又添新的感情危机 夫妻俩坚持论的对与错 调解团队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你真的有底气对自己说 我在我儿子心中形象很高大 你有这个底气吗 如果你没有得到你孩子的尊重 你是失败的 请关注明天的金牌调解 被家暴的丈夫下集